有什么事 是理了你就不能办的呀 你们那儿不是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莫名的吗 这跟莫名有什么关系 你急什么 你莫名其妙 我们不着急好不好 你跟我去美国 就几天 你好好地放松一下 对不起 好 等一下 我不是来找你的 特别遗憾吧 没能如愿回到西娅 你跟着陈娇蕊好好跟 跟着她 还是能学到写东西的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打算 把我扔给陈娇蕊 你根本就没打算带我走 反正你们都一样 都是踩着别人上位 我跟谁学都行 颜迟 陈总 请进 一会儿想吃什么 一会儿想吃什么 随便吧 随便吧 我来试试啊 谢谢你啊 这么大晚上折腾你了 疼我怎么样 想不想看看 疼疼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之前明哥天天叨叨 说彤彤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我还没想再说 我最后走 什么事 你们都没努力 漏了 你怎么会怒 你怎么还没进去 我现在会朋友们 我去机场送你 等我 师父 让我倒行吗 去哪里 一路公寓 那你可能赶不上飞机了 没关系 你开快点 师父还能再开快一点吗 好嘞 好嘞 喂 郝总 萧总 请你来我公司一趟可以吗 有事吗 重要事 什么事啊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 或者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排车就接你 我现在在外面很忙 晚一点可以吗 在我的印象里 萧总你好像除了工作 没有什么其他急事了吧 那这样 我在你月子中心等你 咱不见不散 喂 谁 又怎么能忘掉 你的心跳 已留下记忆 我知道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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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工作态度无此机极 被招安的呗 萧嫣真厉害啊 蕊姐留着她 肯定是要用她的 不是早把她给开了 那我拿给他们看 好 加油 你赵容男人来了 这是待会儿开会的资料 看什么呢 赶紧工作 好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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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小总 什么事啊 你应该请我吃饭了 小总 这就是你的急事 吃饭火急啊 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啊 打笑呗 程浩南今天顺利入职了 我给他安排的工位靠窗 都好 既可以看风景 还能 还能吸雾霾 我会答谢你的 但你别再给我打电话 我会让小周跟你预约时间 这是下个季度客户的预约合同 你跟尤雅合好了吗 跟你有关系吗 你可就这么一个朋友 你有朋友吗 还有啊 我必须得刷新你的认知 我可不是没朋友 像我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 大把妹子排队想当我的朋友 我只是不愿意花时间去经营罢了 可朋友不就是要花时间来维系的吗 尤其像你这种丁克 不要孩子的 那老了总得有人陪你 钓钓鱼 下下棋 钓鱼 下棋 那不是我要干的事情 我老了 只会周游世界 那您周游世界的时候 谁听您拍照啊 您的文件 请您查收 您看是这个吗 哎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优雅您好 这是上次的视频 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再发一份到你的邮箱 我知道有一些女人认为不生孩子就代表独立 这些女人认为不生孩子就代表独立 整天琢磨呢 自己不要太像个女人 女人想做的事情不能做 太女性化的行为不能有 这就是你们 妈妈 你怎么在电视里边 这也太偏激 妈妈呢 一个人在蛇战群雄呢 妈妈是不是很厉害 这算什么独立啊 什么是独立 你想要独立 首先你得是自由的吧 你得以自己的内心 是你想要什么而不及选择 并且为一生生选择而不得 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生活 作为你的生活的参考呢 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你自己 这是不对的呀 你明明不想生孩子 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真的说得挺好的 你明明想要陪帮孩子吧 可是你又把别人逃过几年 你非要离家孩子永远时长 你会觉得这是什么独立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只要你自己喜欢孩子 老公 我们谈谈好吗 我们谈谈好吗 谈吧 我知道 因为最近你工作上面呢 遇到了一些麻烦 不顺利 所以才会心情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啊 对不对 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呢 都会遇到一些挫折的嘛 所以很正常 你的情绪呢 我是理解的 老公 你能不能看着我呀 我知道 你不开心是因为 那个事情吧 我不是故意要拒绝你的 虽然说从理论上面来说 我现在特殊情况 咱们夫妻两个要那样的话 是可以的 但你知道 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女儿 我就是很担心 万一你再控制不好情绪 要继续的话 伤都心性了 那该怎么办 那好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根本没想过要这个孩子 我一开始就这么想的 原来你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一直考虑到你自己 你喜欢孩子 你想再生个女儿 你开心了 那我呢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家在经历什么 我们以后的生活会什么呀 你知道吗 你说你想要带孩子的过程 是 孩子是你带的 可养孩子的人是谁呀 是我 我每天从早到晚去上班 我赚了这么多钱 买了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我给你们带来的幸福 给你跟匆匆带来的幸福 我 那一个人是我 可是尤雅 现在我没钱了 我的事业也没了 我都没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呀 你想过吗 你想要孩子 你根本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一次都没考虑过 这个孩子我不想要 这个孩子我不想要 我快乐是因为我是我 跟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我自己做出来选择 所以呢我会非常努力 并且承担自己所有的一切后果 是我选择了我的老公 我自己选择要两个孩子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我会让我的老公跟我的孩子 跟我一样快乐 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妈妈 我就会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妈妈 因为我追随我自己的内心 做出了一切选择 我很自由 我也很快乐 我的话说完了 感谢大家这么耐心地听我说完 谢谢 不是画面吗 你不要帮我们跟他一样 你会意见到吗 我都会有预理 你这种看法 你这种看法 你还不愿意见 我是为 Pourquoi 我就不愿意见 就不愿意见 但你带着别人的穷酸气 到我房间 那就不行 说谁呢 你身上那味儿才重呢 不是什么浅的味儿 托儿 这不是骚味儿吗 我知道你们一个人 负责几个房间 告诉护士长 你以后不用来 高贵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什么 阔太太 贵妇啊 哎 在这儿住好几天了吧 我怎么就没看见 一个家属过来呢 你什么身份呀 你哪儿来的浅 小三上位 嘚瑟什么呀 回去了 看见没 别说 无言以对 证据却走 结果 你可可可可可可可 你可可可可可 你可可可可可 怎么回事啊 我照不死你 你可可可可可可可 berries 喂 妈 你也别生气 请消消气 我要喝水 työ 爸 薰我帮你倒 来 莫大夫 我可是付了钱的 我替那女的付差价 让她今天搬走 她已经搬回标间了 我的意思是 让她离开这儿 这可不行啊 是她不行还是你们不行 都不行 我跟她总得走一个 我可是付了全款的 那女的欠你钱 谁该走 你们自己掂着 我会让她跟你道歉的 道歉无所谓 只是她再挑衅 我可不敢保证自己 还能做出什么事了 魏环妈 你心里有很大的怨气啊 孩子 以后都是默默看着自己 父母长大的 叫你的亲人来陪陪你吧 有个人说说心里话 将会好很多的 你说我好心好意给她腾房 她可倒好 你给我找个乌美嘉莲的律师 我告诉她 打官司还找乌美嘉莲 你还想不想赢啊 我听说那好的律师都可贵了 再说了 这事我占理 这官司挺好打的 所以不用找那么贵的 你占什么理啊 她用一杯滚烫的咖啡 泼在我脸上 我差点就毁容 我还不占理 我就告她故意伤害 少说也能判她一面 这要是滚烫的咖啡 你这脸早就毁了吧 这咖啡是凉的吧 不是 我发现你怎么总是 站在有钱人的立场上呀 现在受委屈 受伤害的是我 再说了 我也是你宝贵的客户吧 所有客户在我这儿 都是一样的 再说你为什么要说 这么微微骂 是个小三啊 她就是啊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她 分析的呀 你看住在咱们这儿的 所有宝马 要不然就是老公陪 要不然就是姥姥 或者是奶奶陪 你再看看这位 她住在咱们这儿 多长时间了 有一个人来看她吗 为什么呀 因为不敢来呀 怕原配发现 还有一点 你说她哪来的那么多钱 我听说她还想给 那个小护士双倍公子 让她二十四小时的 伺候她吃喝拉萨 这是要当娘娘呀 你再看她那双眼睛 怨气冲天 这不就是养在 盛宫里的小妾吗 她的主子 正在被正宫娘娘拦着 她就在这里苦熬岁月 探望着她的主子 能够灵性她一会儿 行行行 打住啊 接下来是不是要进猪笼 也行 人家微微妈是不是小三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她是 她也是一位母亲 你居然敢替小三说话 我是替所有女人说话 你自己也是一个女人 你怎么能用 这么恶毒的标签 去打压另一个女人呢 你知道会有 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 那 我 我就百被迫了 莫大夫 你好 齐律师呢 齐律师她出差去美国了 美国 这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 齐律师她叮嘱我说 让我盯着您的案子呢 刚才法院又来了电话 说二审将在一个月之后开庭 我想问一下 您还有和解的想法吗 没有 齐律师和您之前收集的 关于您前妻患有抑郁症的 那些证据和资料 我也会提前提供给对方律师 您还有什么疑虑吗 没有了 齐律师还让我转告您说 咱们之前提供的那些证据啊 还有您的收入 和个人信贷记录良好 所以咱们二审 获胜的几率非常大 用不了多久 您女儿就能和您一起生活了 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了 我现在出发了 肖总好 好 我就想你请我吃顿饭 但他跟我说 你的时间都已经约到下个月了 下个月 陈浩南在不在我公司都不一定 一定要今天吃是吧 希望你有个好胃口 走吧 好 黄总 黄小姐 听说您最近又启动了新项目 是啊 所以比较忙 听说你掉去月子中心了 一些新的挑战嘛 对了 我今天把小郝总带来了 你来干什么呀 小郝总之前帮了我的大忙 一直说想请他吃饭 也没碰上时间 没想到是令公子 还这么巧 他能帮着什么大忙啊 他不惹祸就算不错了 虎父无犬子啊 小董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他什么样子我还能不清楚吗 这小子 刚刚把我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 给搅和黄了 那是他们不靠谱 没约在先 所以我才 你靠谱 你能不能谦虚点 我就是太相信你了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不在国外好好念书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 小郝总 你不是饿了吗 坐呀 别坐那儿 还有客人要来 郝总 喝茶 我可警告你啊 我跟萧总 跟西娅 都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 你坐着可以 但是不许惹是生非 听见了吗 郝总 喝茶 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西娅这个思路 真的是很奇怪啊 把你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 调到月子中心去了 不知道理查他们是怎么想的 现在月子中心 也是西娅的一个大项目啊 再说我在这儿 也算是如鱼得水 也没人压着我 挺自由的 郝总 跟您汇报一下 咱们准备做的那个早教班 我们那个妈妈 特别特别感兴趣 都已经开始排队交定金了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好项目 嗯 萧总的项目 一定是个好项目啊 哥 我最近见到童童了 在哪儿 在 你前妻家 你以后 要长期跟童童生活在一起了 啊 二审快开庭了 我会把童童的抚养权拿回来 你之前争取的不是探视权吗 那是过去 那你要是把整个 抚养权都拿过来的话 陈娇蕊会放手吧 其实吧 我最近算是重新认识了你前妻 我觉得她也不是个坏人 更何况她之前精神状态不太好 就因为我知道她是病人 所以我才要把童童 借回到我身边来 不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她现在状态挺好的呀 而且她工作那么努力 那么拼命 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吗 你要是把童童 从她身边抢走 你不担心她会崩溃吗 她根本不是为了童童 她根本不是为了童童 反正我挺佩服的 我吃饱了 冷目 好了 聪聪啊 我们真的该睡觉了 妈妈 爸爸呢 爸爸还在工作啊 我想跟爸爸睡 聪聪 你先睡 一会儿爸爸忙完了 就会过来抱你的 好吗 来 妈妈还没有给我讲睡前故事呢 妈妈刚才不是 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了吗 我想听爸爸讲 好吗 早点睡吧 现在 太晚了 你老这么熬夜不行了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 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呀 或者你想发鼻气 你冲我来行不行 你不要这样冷暴力 你听没听我说话呀 睡觉 其实我根本不想要这个案子 你说什么 拿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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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妈 拿掉它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潮南 拿掉它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这就是 你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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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心 你开心的 你开心的 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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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雷克 哎呀 怎么打的呀 阿姨 雷克准备打一圈吧 你们看一幕都在门�다 一下便是吧 好きます 像一花咪 Lesок 这大扬声 bes 外面走 好 这里面是萧嫣进入月子中心之后的 业绩简报 和近期三个月的经营指标回顾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营业额情况 业绩不好的项目我已经圈出来了 我看了一下 都不是必须必要的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疑义的话 我再去月子中心跟萧嫣对一下 进来 喂 妈 这儿生病了 怎么还打上针了 姑娘 你跟莫大夫解释解释 先生 你好 这个呢 叫做胶原蛋白 人过了二十五岁之后呢 面部胶原蛋白都会有所流失 您跟您的夫人都可以使用这个 对了 这个是我的名片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可以加下我的微信 好 真是见缝叉针的营销 我这打了针伤还不方便啊 我这打了针伤还不方便啊 什么事 今天有一个母婴专家的讲座 之前很多宝妈听过 反应都挺好的 我建议你去听一下 莫大夫 我来你们这儿是休息的 不是来上课的 你是来坐月子的 宝宝刚出生 需要跟妈妈有亲密接触 要有交流 我听护士们说 你把宝宝放在托管室 一次都没有去过了 是有什么原因吗 我生的孩子 我想看就看护 想看就不看 碍着你了 真的 真的 爸 莫大夫 莫大夫 我有一个同学 正好认识薇薇妈 说她好像是给一个贪官 当情妇的 那个贪官被双规了 她没靠山了 所以现在才这个德行呢 你别乱猜了 回来薇薇妈真告你诽谤 你也被狐狸精给迷住了 来 来 来 你生气 你放不着 什么样的母亲 会跟孩子有仇 肯定是觉得 生孩子耽误了自己的人生吧 你是觉得什么样的女人 生了孩子都耽误自己人生吧 这样下去可不行 这样下去可不行 孩子太危险了 那她接受心理辅导吗 非常白质 只能想别的办法 我记得她是生完孩子 才订的这个房间 而且当时订得挺着急的 小周跟我说 她是朋友介绍来的 她们之前订的另外一家月子中心 哪间啊 有事吗 我是代表西安来的 有劳你安排各部门主管 到会议室开个会 这是月子中心近半年的业绩 距离西亚集团要求目标相差甚远 数据上显示 月子中心位列西亚集团项目板块中 倒数第二 我们希望月子中心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扭亏为盈 因此 经过西亚高层讨论 我们最终决定 将月子中心业绩 倒数第一的项目直接砍掉 也就是说 最先应该撤掉的是 产后心理康复部门 我反对 产后心理辅导部门尤为重要 直接可能导致妈妈们患上抑郁症 这个部门不能取消 萧总 你们这儿的儿科医生权力这么大吗 什么都能管啊 我是儿科医生 但是妈妈们的心理健康 直接会影响到孩子们 这是西亚董事会的决定 董事会不也是听你的一面之词吗 不好意思 我什么都没说 数据为证 我们在乎的是客户感受 如果你可以把客户感受量化分析 也许会更有说服力 目光放长远一点吧 只有赢得人心 才能长远发展 总之 上层领导一直认为 产后妈妈们心情不好 只是一时的状况 产后心理康复部门的存在 是没有必要的 可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这个部门对产妇有多重要啊 难道你就不想帮助更多的妈妈 让她们避免经历你所经历过的那些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产后抑郁症啊 我没有产后抑郁症 我没有产后抑郁症 我发现她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没变 我明白 我就没想报 嗯 干什么呢 还能指望她什么呢 指望她有过相同的经历 感受过同样的痛苦 能够理解妈妈们 为妈妈们着想 我妈是自己干自己的吧 我先去解决一下 微微妈的事情 银子 你看看 这个宝妈之前是住过你们这儿吗 我给你查一下 这个宝妈是不是之前生过一个儿子 叫微微吗 对 这个宝妈啊 在我们这儿订了一个标准件 但是一天都没有住 直接带着孩子就出院了 帮她订房间的那个先生 还追问我们 说这个微微妈去哪儿了呢 那帮她订房间的先生是她老公吗 不是 那个先生啊自己有太太的 她太太 就在我们这儿坐月子呢 就是那位先生 她每天都会来这儿看她的太太和宝宝 就是她帮微微妈妈订的房间 那边有什么样的 那边有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就知道 就是那边有什么样的 这边的房间 是不是 不上人的房间 那边有什么样的 就是这边 这边有什么样的 这样的房间 就是那边有什么样的 那边有什么样的 那边有什么样的 我会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